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欧洲国家联赛中,世界冠军法国队以2比1击败荷兰队,作为蓝军的主力中锋,吉鲁在第74分中打进制胜球,赢得舆论的一致称赞, 而在法国队的历史射手榜上,他也超越习内丁齐达内高居第4位吉鲁,已打进32例国家队进球,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新时刻,法国队报野队队史上的20大射手王进行了盘点,第一位,蒂安里亨利51球,现年41岁的亨利,是法国队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球员之一, 1997年,他得到时任主帅雅凯的征兆,首次为国家队出战,在这之后,他随队捧起世界杯以及欧洲杯,成为高卢雄姬最不可替代的封线尖刀, 2010年南非世界杯,法国队爆发内讧丑闻,在这届赛事结束后,亨利就宣布退出国家队,并留下了123场51球的进球记录, 亨利第二位,普拉蒂尼41球,曾任欧族联主席的普拉蒂尼,是法国划时代的足坛民宿,1973年,他首度披上蓝军的战袍,随后,他就逐步成长为球队的精神领袖, 1984年,他以队长的身份,率法国队问鼎欧洲杯冠军,三年后,他仓促宣布退役,时至今日,他仍高居队时设首榜的前三位,普拉蒂尼第三位,特雷泽盖,34球特雷泽盖和亨利是同时代本球员,他在门前的威慑力,也足以令任何一名后卫胆寒, 1998年,特雷泽盖征战法国世界杯,正式开启自己的国家队生涯,在蓝军问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过程中,他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2006年世界杯决赛,特雷泽盖在点球大战中失守,在这之后,他就成了国家队的边缘人,2008年,特雷泽盖正式退出国家队, 特雷泽盖第四位,吉鲁32球,身高达到1.93米的吉鲁,是得上最为偏爱的高中锋,2011年,他首次为国家队出战,在这之后,他又随队征战了两届欧洲杯和两届世界杯,今年夏天,法国队问鼎世界杯冠军,虽然吉鲁没有进球入掌,但他的支点作用,却得到了舆论的高度认可, 在对阵荷兰的欧洲国家联赛中,吉鲁终于打破进球荒,并以32例进球,独享队是设首榜的第四位,吉鲁第五位,齐达内31球,现年46岁的齐达内,曾是法国队的核心和精神领袖,1994年,他首度代表蓝军出战, 在坎通纳遭遇长期竞赛后,他开始接管国家队的进攻组织,1998年和2000年,他接连捧起世界杯和欧洲杯,在德国世界杯2006年结束后,他就宣布正式挂靴,齐达内第六位,方丹30球 1953年,方丹首次代表法国队出战,七年后,他脱下了蓝军战袍,并留下了30例国家队进球,方丹第六位,帕潘30球和前辈方丹一样,帕潘也打进了30例国家队进球,在队史射手榜上,他并列第六位,帕潘第八位,德约卡夫,28球 德约卡夫第九位,卡里姆,27球,本泽马第十位,26球,维尔托德第十一位,24球,格列自麦,第十二位,22球,让阪上第十三位,21球让尼古拉第十四位,20球,波尔尼古拉第十四位,20球,埃里克坎通纳第十六位,19球,让巴拉特第十七位,17球,雷蒙科帕第十七位,皮安托尼,17球 皮安托尼第十九位,弗兰科里贝里十六球,李贝里第十九位,弗兰科布兰科,16球布兰科 皮安托尉,19球,ци勇,与 Infrast桂底,23球,百多異,cis波尔徹,17球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